大家好,歡迎來到香太廚房 為什麼香太今天一身和服的造型呢? 因為香太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食譜就是壽司 馬上跟我去買材料做壽司 很多朋友問我的凍肉在哪裡買 其實我就是上網在這間買 因為我家附近沒有這間 所以我要送貨 因為我走一會兒還沒回家 所以我這次就不買凍肉 我這次去買東西做壽司 兒子說要吃壽司 現在跟我一起去買壽司 自己去買材料做壽司 去買紫菜 家裡有三文魚 三文魚壽司 還在想買什麼做好 市場市場買廣告 不是不幫白街嗎? 上次學民田廣場 這次海宜西廣場還是商場 忘記了 燒綠酒 這些椰青挺有趣的 可以就這樣扭開它 有一瓶飲桶給你 不過我不買了 下周捲就要買這些飛魚子 多少錢? 33個四低 我不買得雪野 明天才再買 因為還沒回家 做壽司就買壽司米 我沒什麼講究 隨便看到 他說是壽司米 就買多少錢? 38.9元 買完壽司米 當然要買壽司醋 壽司醋 30.9元 哇 到達了 看看什麼時候到期 這個是過期日 2021 這個是2022 我們買2022 這個是2022 都是壽司醋 其實有很多日本米 很多日本米 算了 我買回那包小小的 算了 其實普通的飯 做普通米都可以 不是不用這麼講究 哈哈 不過買一下 算了 這個壽司米 在哪裡 先看看 我產地台灣 台灣 我現在先去買紫菜 這裏有些專製壽司 其實這麼大宗 都用不完 不是經常做 這些味淋 在買壽司的旁邊 麵豉湯 味淋 這些都可以放進壽司 那些醃製 醃製 醃了的蘿蔔 紫菜 我要找 我想買獨立包裝 你可以買鰻魚回去做壽司 這裏 這些 捲的就是這些 這些 29.9 我想買了一些獨立包裝 沒有 2021 6月19 十塊 夠了 買了這個 19.9 應該十二元店都有 其實這些 壽司捲 這些 應該去十二元店買 單個八元 大哥 不太上手 好像很軟 那些主菜 都是不買著 明天才去買 明天去吉之島買 那我現在就跟著這個哥哥 叫他帶我去 看看找不找到 不要走那麼快 麻煩 謝謝 謝謝 我不見你了 快走那麼快 等我 等我 等你也要顧客 你走得太快 哈哈 他有什麼 喘了嗎 可能因為其實他不知道在哪 走快點去找找 找到了 找到了 謝謝 找到了 找到了 就是這隻了 我姐姐說 裡面有二十張的 二十張 獨立包裝三角形 有時候你的小朋友上學 教你怎麼包 這樣 我家裡有三角形的帽 三角形的帽子 在吉之島買12元店友 好 今天買著這麼多東西 今天 一個終於到我了 現在去買完壽司的材料 過來買了紫菜 還有買了壽司米壽司醋 那現在就 剛才的竹隻成19個9 我現在去12元店 我覺得一定會有 12元 現在馬上帶大家去勇闖12元店 哈哈哈哈 又去找了 幫維康買完廣告 幫大家買完廣告 現在幫EON買廣告 之前有些觀眾問我 那些茶包積器 在哪裡買 12元店有100個 對了 這些 這些 我家裡有 不用買 對不對 12元而已 沒有特別標價 就是12元 多划 12元而已 走邊 這裡 12元 這些是小的 小的 小的 12元 還有飯殼 餐 剛剛是19個9 剛才19個9 大尺寸 這裡也有大尺寸 比剛才那個還大 你看 如果你上班 或者小朋友上學 以後可以買這些 盛著日本醬油 倒進醬油裡 如果他們喜歡的話 這些吧 魚仔 撒些芥末 放這個醬油 醬油 12元 買完回家洗完再用 這就是三角形的帽子 家裡的不是這個 買壽司和膠盒也可以 最好用自己的盒子環保一點 潮流香 不要買這些 賭米 分布汁 蝦蜜麵 煮完後冷凍 這裏也有味淋 12元 買好了 快溶掉了 味淋 這裏是六十 好了 賣單 麻煩 好了 現在上車了 走了 買了這麼多東西 好了 我又來了黃埔的EON 還有排隊探員 今天超多人 有排排隊 快點買快點走 快點買快點走 很多人 現在4 5點 超多人 為什麼這麼多人 下次還是不要選星期三 因為我不是特別買那些便宜的 OK 哪一包好呢 其實包包差不多 看看多少塊 10塊 壽司 有壽司的樣子 算了 這些買了一包 10塊 買兩包 有時候兒子可能想玩一下 給它們包一下 如果做壽司 懶的那些 可以先買這些蛋絲 櫻花 櫻花 好 又買回去玩一下 還有 豉油 沒有日本豉油 好了 買一瓶日本豉油 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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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不想蒸 就在這裏買 下一個樓 這個 看看過期日 哪些比較長 這個25 28 OK 這個最遲 OK 最新鮮 鰻魚 鰻魚 買一條呢 看看過期日 又是 OK 這個 我還要買啫喱 買了很多東西 買到呢 就說見到儲光了 好了 走完超市看看今天有什麼所需要的材料 蘋果我切完之後沒有用到 最後忘記了 我們首先要洗米 日本米也可以 這個壽司米也可以 兩杯水和兩杯米是一模一樣份量的 因為我們一會煮完之後會加醋 加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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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醋 所以米和水的份量是一樣 比平時少一點 平時我們就這樣煮飯 中國人煮飯 水份是多少少的 但這次我們是1比1的份量 我們洗米的時候 千萬不要大力出米 就這樣 用龍爪手 滑圈滑圈 洗水 你會看到 洗到清潔的時候 就差不多了 以上的步驟 要重複四至五次 沖一沖水 你看到水開始 現在畫面看到水還是很白淨的 所以一會兒沖一下 你就會看到 比較清潔的時候 就完成了 完成了洗米過程之後 還未可以煮的 我們還要把米浸在水中 半小時至1小時左右 就是為了把米可以吸收所有的水份 平均吸收每一粒米都吸收他們的水份 一會兒煮的時候就更加好吃了 看畫面 水就越來越清潔了 剛才說了兩杯米就等於兩杯水 煮這個壽司飯 我們下了這兩杯水 不是馬上按制煮飯 我們先浸一個小時 讓米吸收所有的水份 之後米就會變白色才開始煮 這次我浸一個小時 浸米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預備其他的材料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預備其他的材料 一會兒一會兒所需要的材料 你看看左邊 我是預備了蘋果 但最後我忘記了用 所以沒有拍 這次我沒有買青瓜 忘記了 還有大兒子不太喜歡吃青瓜 小兒子也不錯 我買了牛油果 其實牛油果他們也不太喜歡吃 但我想像魚木棍豬 混在壽司那裡 讓他們不驚不覺吃了 但原來我大兒子也吃得出 他說媽媽下次不要吃牛油果 寧願吃青瓜也不吃牛油果 之後這個牛油果其實我放了很少 大部分大半個都是我吃完 其實做這個壽司很大變化 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放什麼材料都可以 總之不要放一些濕粒的材料 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用三文魚罐頭了 我又不用吞拿魚罐頭了 今次我有這個雪床的三文魚在這裡 那我就用這些比較健康一點 沒有防腐劑了 我們不斷放一點鹽和胡椒粉 去醃一醃 去醃半個小時左右就可以拿去煎香 那為什麼會煎呢 因為那塊魚皮都沒有浪費 煎就會比較香厚一點 那這個蟹柳就割去一半 那待會包的時候就容易一點了 其實你不割都OK的 這些蟹柳是仿蟹柳不是真蟹柳 那這些蟹柳和鰻魚 因為始終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會放進焗爐那裡焗5分鐘左右 心理上平衡一點 乾淨一點 焗5分鐘之後拿回來放涼 再用回 因為高溫可以殺滅細菌 我擔心包裝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病毒 所以盡量做了 焗5分鐘左右 焗熱就可以了 放在一邊鼻翁 米浸到白雪雪了 吸收了水分 現在就開始煮這個壽司米了 現在就煎三文魚 這是薑來的 這片薑來的 我又很難 我切完薑 我免得每一次用都去切 太難了 拿上手一打開雪櫃就有了 我把油浸著薑 放在雪櫃那裡 三四天內用完就可以了 我們先煎魚 煎魚皮的邊 煎至金黃色香脆 可以吃魚皮 很好吃 魚肉 焗一焗 就快點熟了 一分鐘就可以了 小火 拉 cook 到最初 把沙文魚散開後加入鹽調味 鹽再加入蛋黃醬 蛋黃醬要多一點 沒辦法 要好吃就要多一點 另外加一點煉奶 更加滑 沙文魚沙律醬 煮完不然馬上吃 就可以放在冰箱裡 待會包壽司的時候才拿出來 飯煮完了 不要馬上開 等它燙15分鐘 這15分鐘就調醬汁 醬汁飯的醬汁 三分一碗醬 壽司醬 加一點鹽和糖就OK了 不要以為就這樣加壽司醬就OK了 如果不加鹽和糖 味道是差很遠的 好味好多的 今次是我第一次捲壽司捲 但之前多數都是做飯糰 三角形的飯糰多 捲壽司就是第一次 第一次獻給鏡頭前面 飯煮好了 焗了15分鐘就輕輕地拿出來攪拌 如果有木桶就倒進木桶 通常家都沒有木桶 又不是天天煮 是不是吧 如果想專業一點 也可以去買木桶 淘寶都是一百多二百元 大那些是幾百元 輕輕地攪拌 倒壽司醬下去 慢慢攪拌 攪拌均勻 攪拌 別太大力攪拌 米飯壞了 這就是韓國的紫菜 這是我姐姐介紹的 獨立包裝 如果你上班 上學 小朋友 偶爾吃壽司飯也好吃 不用經常拿飯盒那麼悶 這個整飯糰這個模式是在12元店買的 但不是間間有的 上次我在海宜半島的12元店也不見有 所以看你們自己經過 看不見到 或者看日本城 或者上網都有的 我相信 十分之完美的 吸完之後 在中間放些餡料 你可以放些飯素也可以 如果你有 今次我用壽司醬做完這個飯就夠好吃 不用放些飯素 摺上去 用膠紙貼著 吃的時候 有個箭嘴位 待會會展示給你們看 你向下拉 兩邊左右拔開它 吃的時候 紫菜還是脆脆脆的 紫菜不會軟脆脆的 超好吃 可以帶上班 帶上學吃 如果你說香港不想那麼煩 買那麼多材料 你就可以買一罐沙文魚回來 之後加一些蛋黃醬 加少許煉奶 加少許鹽 這樣拌勻就超好吃 已經做了這個飯糰 小朋友最愛 不喜歡吃飯的 都和你吃兩個 雖然我包這個壽司卷經驗不多 但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就是你包的時候 向著自己方向的 開始捲的位置 壽司就留4cm左右的紫菜 你捲的時候就 捲下去之後就 不懂得說了 你們看畫面 不懂怎樣用言語去形容 拿來包壽司這些 說就說紫菜 其實是叫做海苔 海苔和紫菜不同 紫菜的營養豐富很多 海苔因為後期加工過 除了紫菜還有其他材料去控干它 營養少紫菜一點 但也很有營養 長期食用這個海苔可以改善微循環 增強免疫力 延滿衰老 減少癌症和心血管毛病的病發率 日本人很長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吃紫菜 吃得多和吃魚 蛋白質吃得多 可能你又會問 鄉看這個 這個做圓形波波 在哪裡買東西 在12元店買 12元而已 你放少少飯下去 搓兩搓 之後就會變成圓形 但不要放那麼多 如果放得太多 好像我最後那樣變成圓形 好像鵪鶉蛋一樣的形狀 看你自己喜歡什麼形狀 如果想變成圓形波波 就放少一點飯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外面貼一些魚子 或者好像我那樣貼一些櫻花魚粉 剛才是超級市場買的 粉紅色那些 我做完這個壽司之後 就把它放在TOMICA路軌的車 之前TOMICA出過壽司的碟 連起火車那些 之前我就在黃埔的奇趣天地買 但之後沒有了 好久沒得買了 我想再買多個送給朋友 已經買不到 都不知道哪裏還可以買了 現在 小朋友是超級開心的 嘩 差不多吃完這裏 三麥米 即是六碗飯 他兩個吃完 差不多 吃了兩碗半 兩個人 即是可以吃到 比平時吃得多一點 開心 還有又甜甜的酸酸的 這些壽司 雖然香太是第一次包 現在放這些就是櫻花魚粉 有個秘訣就是千萬不要用平刀去切壽司 那塊紫菜會破壞 我是用麵包刀 剛才那把有鋸齒那把 是麵包刀切 不用塗油 又不用塗什麼 都切得挺漂亮 剩下1分鐘的時間 我要多謝上次忘記了金像獎頒獎典禮給朋友 有幾個朋友 我又要多謝明明 晶晶 亭亭 亭亭 李珍姐姐 Janson 還有 浩香卡 有沒有讀錯呢 還有Stephanie 其實很多朋友留言給我都很支持我 很疼愛我 但有時候我真的忘記了 你看多開心 你看畫面 這個火車 小朋友是超開心 現在沒有人出去吃 還有出去吃壽司 生菜 始終疫情的關係暫時都不敢 所以唯有自己在家製這個火車露鬼壽司 還有火車站我 差不多23分鐘的影片 你們看到這裏 已經很厲害了 我要給點掌聲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是長一點這個短片 不過呢 要讚一下你們 看到這裏的朋友 抵石啦 看到尾的朋友 記得留言給我 等我呢 逐個逐個 吃回來一口 用文字 沒有想錯了 好啦 下次再見啦 Thank you 拜拜